习近平说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 也不走国强必坝的歪路 不搞意识形态输出对抗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中国式的现代化到现代 我们证明它完全失败了 李克强在下台前一两年还讲 中国14亿人口 有6亿每个月收入不到1000块 有9亿每个月收入不到2000块 那你说这叫脱贫吗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中国不走共产主义老路 走三民主义这条路的话 那今天台湾的成就 是大陆的最低标准 这样可以吧 不是最高标准 最低标准 台湾现在每个国民所得 平均25000到30000美元 如果中国14亿人口 都采取三民主义的话 平均所得都是25000到30000美元 各位想想看 中国脱贫没有 是世界第几强国 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 共产主义现代化是完全失败的 今天这已经是不正致命的事情 大家不要再自欺欺人 所以中华民族不会因此复兴 我过去讲过多次 德国不会用纳粹主义来复兴 日本不会用军国主义来复兴 共产主义是救不了人 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方 已经证明都是害人的 而中国自己知道这一点 知道共产主义走不通了 已经失败了 他现在中华固定要拿出来 再讲讲 这么四个自信了 五个自信 因为不这样讲 他叫倒台 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